我想这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都非常重视文明的交流互建 无论是安全 发展还是文明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发展的根基和魂魄 习近平主席从2021年开始 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那您对这三大倡议是怎么来理解的 我们对这三大倡议是怎么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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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不少的外国媒体 在报道您这次中国之行的时候 普遍认为您可能会就阿尔及利亚 寻求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会重点跟中方进行沟通 实际上在去年7月份 其实您已经表达了阿尔及利亚 想要加入到金砖这个大家庭 当中的愿望 您觉得金砖大家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在中国的建设于新军事件 要发展新军事件 和发展新军事件 让我们讲到中国的经济年纪念 我们能复制成为一个最好的世界 世界中有更多的益力 尤其是我们的支援 我们能复制成为一个世界中的益力 我们能复制成为一个世界中的益力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进行专门 在一个东西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 从中央建设计的建设和建设计的建设和建设和建设计的建设和建设计 我们的提供给了大陆的联益 我们的提供给了大陆的联益